中国对北韩实施了经济制裁 不过最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又有了新的宾市车 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 15号播出的金正恩纪录片中 可以看到金正恩从一辆黑色的SUV 下车与官员们来会面 而这辆车被认为是宾市最奢华的 顶端品牌麦巴赫豪华休旅车 在南韩售价要2.6亿韩元 大约是台币的611万 这一让韩联社直呼 这让国际对金正恩的制裁 变得十分走破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